各位學員,大家好,歡迎來到房間災島平安第四單元水災至災害 水災至災害分為四個小節 第一個小節,台灣的氣象與水溫環境介紹 第二個小節,氣候變遷對台灣未來可能的威脅 第三小節,過去台灣重大颱風洪水事件 第四小節,造成災害原因的迫激 水溫形反,地球表面含有豐物的水 滋養萬物循環不已,與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 台灣島四面環海,周圍的海域不但影響台灣的天氣與氣候 也帶來豐物的漁業資源,以及航運的便利 讓我們一起來關心海洋環境 假如臨到海邊吸水時,不勝喝到海水 你一定會覺得很難過 而且慶幸我們不必飲用海水為生 地表雖然充滿了水 可是其中,有98%是存在海洋中 存在淡水的只有2% 大部分的水都 能夠封蓋,南極北極區,以及高山的冰川 剩下來可以灌蓋及飲用的地下水、河水 佔不到0.5% 人類可用的淡水水量 和到全球水量的0.4% 其中最主要的是地下水 其次是河水、湖水 唐朝詩人李白 有一句 黃河之水天上來 噴流到海不互為 就 水文形緩的科學知識來討論 這兩句詩只對了一半 黃河的水由黃土高原奔騰而下 穿過滑北平原 向東注入黃海 河裡的水不斷的流 似乎有遠遠不絕的供水來源 大家從生活經驗裡面知道 每當下過大雨之後 河裡的水會高漲 顯然雨水補充了河水 雨點從天上的雲飄落 雲裡面的水是大氣中水氣的凝結 而水氣來自於地表的水蒸花 在廣大的海面、湖面及河面上 水蒸花成水蒸氣 進入大氣之中 在適當的條件下 水氣引結成雲 最後變成雨或雪 把水混 隨著 氣蒸環流公佩到世界各地 最後再回歸海洋 這個過程周而復始 循環不已 就稱為水循環 如畫面所示 環河的水流入大海後 其實還會復環 平均一個水分子 要使用一千多年 才能緩成一次水循環 卻只有兩個禮拜滋留在河川湖火中 因此水在漫長的循環過程中 被人類用到的機會 還真是千載難逢啊 台灣的地理環境 直接間接影響了台灣的水溫環境 台灣的地理特徵是南北狭長 400公里 中西寬 140公里 山脈的溫步 由於造山運動反跨運動的關係 山脈縱貫南北 超過3000公里的山 高山有200餘座 海拔100公里 以下的平原地區 有31.3% 海拔100到1000公里的台地丘陵 佔37.2% 1000公里以上的山地 佔31.5% 中央山脈是南北重走 因為地形上的關係 所有的河川 大部分都是流高往低 就是所謂的東西流向 這是河川的走向 台灣的水溫環境 降雨 因為季節地形的影響 在空間跟時間的分布 非常不均勻 譬如說 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 是汛取 汛取就是經常有颱風洪水 所以要特別留意 防洪 在疫情上的關係 颱風逆時針 因此不同的路徑 對降雨的影響不一樣 譬如說 二號附近 那麼它的降雨 在未登陸以前 大部分會降在宜蘭 如果是三號附近 它們未登陸以前 雨一樣會集中在花蓮海中 梅雨經常發生在五六月份的典型氣候 通常五六月份是春末夏初 春末夏初 它的主要天氣特徵是磁性性的降雨 台灣各地會出現連續性 間接性的降雨 中間有所謂夾帶著浩雨 它的降雨量 它的降雨量僅次於台風時起春末 北方冷氣團南下 南方遲到冷氣團北上 在冷氣團冷氣團的交界面上 冷氣團的水程序 遇到冷氣團的低溫 就變成雲雨 當夏季颱風風過台灣時 此時南邊海域吹的是西南風 颱風的左向交上天氣形勢的配合 天氣形勢主要是受到負熱帶高氣壓 跟大陸高氣壓的影響 颱風會繞過大氣壓邊緣 負熱帶高氣壓的消長 會影響颱風的路徑非常明顯 像這個畫面所看到的 這是西南濟流 這是颱風的逆時針方向 逆時針方向加上西南濟流 升到四方高度之後 霞帶的水氣凝結降雨 此時經常在台灣的中南部 產生豪雨造成嚴重災害 敏都立颱風造成了氣候水災 敏都立颱風所引發西南氣流的衛星引渡 這個圈圈是敏都立颱風 這個是西南氣流 各位可以看到在某個位置上 兩個位交互放大 東北季風 東北季風 東天高氣壓中心 經常在西伯利亞 或者是蒙古一帶逗流 冷空氣從高壓中心順時針方向流出 高壓是順時針 台灣在高壓的邊緣 每年10月份開始到隔年4月下景結束 台灣北部會有東北季風 會跟秋天的颱風 因為是每年10月份以後進入秋天 秋天的颱風 由於是逆時針 就會跟東北季風產生空泛效應 造成豪雨 降雨特性 台灣降雨量從每年1600毫米到每年3200毫米 年平均降雨量為2500毫米 是世界各地平均值的2.6倍 台灣的雨量集中在每年的5到10月風水期 約78% 主要來源是颱風、梅雨 5、6月份是梅雨 7、8、9、10是颱風 11月到隔年的4月份 污水期大概佔22% 在台灣拒絕裡面的暴雨 一小時最大的降雨量可以達到300毫米 山區降雨量每年3000到5000毫米 全球降雨量比較 平均年降雨量 台灣是每年平均接近2500毫米 但是台灣的人口每年平均分到4100毫米 澳洲平均年降雨量每年460厘米 但是每人平均分配雨水量是188550 是台灣的接近45倍 澳洲面積台灣的213倍 土地面積213倍 但是澳洲人口跟台灣很接近 根據2012年統計 澳洲的人口是2283萬人 同樣2012年 台灣的人口是2300萬人 人口數相當 但是土地面積 澳洲是台灣的213倍 最下面這一行是世界的平均值 也就是說全世界年平均降雨量是973厘米每年 台灣是2.6倍 但是台灣人不幸福 因為每個人分到的平均雨水量 遠低於世界的平均值 台灣地區的高有特性為 黃極烈 在台灣季節 一小時最大降雨量可以達到300毫米 一天最大累積降雨量是 賀博台灣創業紀錄1748毫米 世界紀錄為1870毫米 已經相當接近 從不同的原始來看 台灣的累積降雨量 20分鐘累積降雨量 全球最大累積降雨量 206公里 台灣最大20分鐘累積降雨量 117.5公里 12小時的累積降雨量 全球最大降雨量 1340公里 台灣最大降雨量 是 862公里 台灣地區 柳川特性 是 河流 短處 河流 游數很急 台灣的地形 南北長 394公里 東西寬 140公里 中央山脈 縱貫南北 超過 3000公里 高山有200座 海拔高度100公里以下的平衍地區 是 台灣總面積的31.3% 100公里 休林地 占37.2% 1000公里以上的山地 占31.2% 最後結果就是台灣地區的河流 都非常短處 流速都非常傳奇 跟大家說明 台灣 與全世界有名的河川 它的波降比較 波降的定義 是 同樣的高度 降到 海平面的水平距離 以大甲溪來說 它的上游 最高 標高2400公尺 不到 100公里 就到達海平面 表示說 它下坡 波降 降的很快 同樣 佐水基淡水河 也都有 波降很大的特性 相對的來說 像萊茵河 標高最高的水源源頭 接近 1600 但是 它從 最高點 緩慢的 流到 海洋 總共要走了 1200公里 台灣河川的特性 簡單歸納為以下四個要點 第一點 河川長度不長 流域面積不大 主要的乾線流域 長度最長是佐水基 約186公里 流域面積最大為高屏溪 大約3257公里 第二個特性 流入非常短促 河川 波降很大 上游超過 一百分之一 下游借於 兩百到 五百之間 第三點 降雨非常集中 集中在五月份到十月份 風水期流量很大 雨季 海風季節甚至氾濫成災 湖水期 汽水捲捲甚至感覺 第四個 過點 河水含沙量很大 集水區地質屬於 沙爾岩 夜岩 滿岩 地質特性脆弱 容易崩搭 淨流量的統計 台灣每年平均 地表進流量 達到 645億噸 因為降雨的時間空間不均勻 風水期 枯水期 枯水期流量差異懸殊 645億噸 分配到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四個地區 這四個地區 這四個地區很明顯 深藍色代表風水期 淺藍色代表枯水期 空水期 空水期集中在5到10月 以北部地區來講 5到10月 佔了63% 中部地區 5到10月佔了76% 南部地區 5到10月佔了91% 東部地區 5到10月佔了76% 台灣由於近幾十年來人口增加 產業發展 土地利用大量變遷 農民牧用地顯著減少 建築交通用地明顯增加 土地利用變化造成 雨水入勝到地下的量減少 留在地表的進流增加 增加了 颱風洪水耗雨期間的洪水量 減少了洪水到達時間 加大了洪水災害的化身距離 本堂節介紹了 台灣的地理氣象與水溫環境 講述到此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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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